好,现在介绍的是选取工具 这个箭头是选取工具 因为ScheduleUp是立体的东西 所以它一个物件 它有分成线、面 跟整个体 所以你看我在选的时候 可以单独选到面 一样加选是Shift 加选是Shift 减选也是Shift 所以如果我要选到一个面 面跟线我就快点两下 如果我选到整个体 我就快点三下 就整个体都选取起来了 再来,用拖拉也可以选取东西 我拖拉一个框框 只有被框框包围的 如果我是从左上到右下 拉一个框框的时候 只有被完全包围的物件 才会被选取起来 可是如果我是这样子 由右下到左上 你可以看被碰到的 就会被选取起来 记住 以拉 以拉 你们常学的以拉 它是画的线 是碰到的选取起来 还是被完全包围的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拜托 以拉到底是什么软体 我上次问我们学生 竟然一大堆人嘴巴张开开的 特别的看着我 以拉 就是以拉推特 或是AI 所以拜托 这三个是一样的 不要 所以 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它在选取的时候 有两种不一样的方式 好 所以这个就是选取工具 这一种不一样的方式